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建一丝谦的男子 一律用渣男形容 以表达对这种人的唾弃 渣男并非现在才出现 古代也有不少 唐朝的一位著名诗人 才华超乎常人 一些作品也非常出名 奇异首清诗流传千古 几乎无人不知 然而 他却将初恋女友无情抛弃 转身迎娶别的女人为妻 此人就是圆整 圆整出生于东都多样 乃先卑族后裔 原本家族一直有人在朝中做官 去因父亲病史家道中路 不得不担起家庭的重担 只能边读书边干农国 当时朝廷取次除了科举 还有明经科这途径 相对于普通科举而言 明经比较容易 考虑到实际情况 尽快得到功名 原整不假思索的选择明经科 并已优越的 成绩榜上有名 此时他才十六岁 只可惜 朝廷一直未给他安排工作 空有抱负无处施展 郁闷之情可想而知 只能到处闯荡 沦为漂泊江湖的浪子 唐真元十五年 刚满二十岁的原整 终于等到朝廷的任命书 到渤州做一个芝麻馆 在此与一名姓崔的女子相识 风流倜傥的原整 发挥自己的强项 单纯的崔氏对他非常仰慕 当时人们思想比较开发 自由恋爱属于正常 没多久 两人陷入热恋 爱得难舍难分 崔氏父母对袁忍也很满意 同步阻止女儿跟他约会 崔氏打心底取下莫言 除了袁怎么哥哥 我谁都不嫁 袁忍也表示 无论发生何种事情 都会用八台大叫把崔妹妹取进门 如有辜负 甘愿遭受上天之惩罚 再美好的爱情 也抵挡不住残酷的现实 自从袁忍认识经兆尹雷夏清后 直接与崔氏断了联系 并很快与雷夏清女儿拜堂成亲 是为了借助下家的关系 时 现所谓的试图理想 崔氏整个一类洗面 却一点都不满怨袁忍哥哥 所有伤心独自承受 在为夏清的帮助下 袁忍平不清云 最辉煌的时候担任在下 后来 他写下不少诗歌 尤其离思无守最为之名 第四首内容谓 曾经沧海难闻 除却乌山不是云 许次花从缆回谷 半缘修到半缘约 有人说 这是为了悼念郎妻所作 也有人说 他始终未忘记初恋崔氏 内心的愧疚挥之不去 但是 不管怎么说 从抛弃崔氏的那一天起 他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父亲郎 爱情上的渣男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